大家早 在星期四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 中午的温度开始高起来了 最重要就在于说 北方的高压系统东移了 不过整体的天气形态 在今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温度会变得更高 江雨是局部性的 我们就来看看什么 看看礼拜四的一些观测资料 先注意到 我们注意这个温度 台东大午在周四中午的温度 到达了32.9度 因为封面刚好在台湾中部 西南风在封面前缘部分 吹拂之下 在东部地区产生了下沉震温风 有点类似焚风的作用 雨量的部分在周四这一天 也只有零星的一些降雨状况 礼拜五的降雨形态来说 也是偏少 因为封面已经开始 要逐渐的往北抬升了 当然温度状况 在周四的清晨 温度在淡水只有21.6度 不过今天清晨的温度 可就已经升到了24度 因为最主要 冷空气的强度减弱 周休假期回到一个闷热的天气 封面往北抬升 午后争雨各地都有机会 我们就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先来注意到云层 封面带在我们台湾的上空 风前的水汽进入的发展之下 使得零星的降雨状况 在中部以南仍然有出现 降雨形态来说 从昨天的晚上到今天清晨的时候 局部性的争雨有 但今天白天 还是会有些水汽进来 尤其加上中午 因为温度高的关系 热力作用的发展 在中部以南的山区部分 都容易会有些局部的午后争雨 但封面已经开始 逐渐的往北的方向开始抬升了 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气图 今晚的地面图可以注意到 封面已经开始逐渐抬升 到台湾北方的海面了 最重要往北抬升的原因 就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 已经开始逐渐的增强 到明天后天周休假期 太平洋高压势力 开始一伸展过来 这个封面就到达了长江流域了 这也就代表说 我们的梅雨季 也就随着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增强 下个礼拜三 礼拜四 如果北方高压 没办法再把封面推下来的话 那我们的梅雨季 差不多就结束了 所以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随着封面到达了长江流域 我们在风前吹着西南风影响之下 周休假期 中南部跟西半部地区 都容易会有午后真雨出现 下个礼拜 西南风吹拂之下 南部有雨 北部天晴 就来看看今天的温度了 温度形态来说 中午开始闷热了 都到30度以上 零星的江雨状况西半部有 东半部地区只有云层多 外岛地区是早晚天气 是比较偏凉的 小叮铃两件事情要提醒 闷热的天气 记得多补充水分 还有局部新的阵雨 雨区行车 注意安全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树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种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 好